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 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老杨私房茶 新茶即将上市 敬请关注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台湾有不一样的声音 不是只是听那些政治评论 名嘴胡说八道胡嘞嘞 台湾的不一样的声音呢 有一个作家叫杨渡 原来中国时报一个主笔 美洲中国时报一个主编 文化人 杨渡呼吁 不要当美国的炮灰 也就是说 乌克兰战争的效应 已拦着台湾民间社会发酵 杨渡说自己在写文章的时候 总是想起了中国时报的创办人 一句钟老先生的叮咛 要让大陆和美国知道 台湾不只是只有台独一种声音 还有民间要和平的声音 他说千万不要轻起战端 这个话应该是1999年时候说的 杨渡的文章中写到 最近的传统市集 牙科 继承者市集等好几个地方 不约耳同听到一个声音 我们不要当美国的炮灰 好好地过小日子吧 杨渡感到雅异 因为直接对美国的评论 大概现在电视上都是那些名嘴在说的 生怕话题不够爽动 拼命强调台海要打仗了 武器对比啊 登岸作战啊 街头巷战啊 都市游击战啊 有些智库啊 找到分兵都不能讲得好像已经打完好几遍一样 说起来都很英勇 连扫把都要上阵 书贞昌 说拿着扫把 对抗共军 他说已经发现一个现象 民间的新增悄悄地变了 为什么呢 因为乌克兰这一刻 交给了民间社会太多残酷的现实 一共有四个课 第一刻战争是残酷的 战争一旦打起来 那些号称勇武的赤青网红们 1450们 即便跑到乌克兰去 恐怕连俄军都还没看到 就会被炸了 或者躲战好你出不来 有些来得及发出网红照 很快就暴露行踪 被锁定目标 飞弹就来了 悲哀的是 拿着AK-40机拍照了 恐怕连敌人都没看到 就给大炮给炸了 这怎么意思呢 这一刻告诉我们 那些用恶战所形容的 和行动的战争史 已经结束 2003年美国的伊拉克战争的打法 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现实 每一个士兵的背后 都拖着长长的尾巴 那尾巴就是后勤 就是卫星侦察指挥系统 现在就是无人机要回去丢炸弹的地方 机关枪也落伍了 真正到了巷战 那是已经军队的清扫阵地 有没有抵抗 没有什么差别 战争打法不一样 无人机的战争 第二刻 战争一旦打起来 无论输赢 整个台湾 整个国土会变成炮灰 乌克兰的吉辅曾经是多么美好的城市 美丽的城市 多少文化积累的古迹 一旦战争来临 什么国际制裁都没有用 谴责只是空话 整个城市毁一战火 那些炸毁的破墙断瓦 都从事朗朗歌声的家园 那些窗破悟空的公寓 都从事孩子成长的记忆 如今放眼过去 生灵涂炭的废墟 上电视的是政客 死亡是人民 流离的是欺恶 第三刻 最真实而且庶民的考虑是 很现实 当战争来临的时候 老婆孩子要往哪里送 乌克兰有500万到1000万 可能还在增加 流亡的欧洲的难民 通过汽车巴士火车过边境 而现在难民涌入欧洲太多 欧洲已经成为负担 男人的18到60岁都不能走 留下来打仗 所有的家庭妻离子善 战争的结束遥遥无期 未来那些孩子女子 还要流落到什么地方 会不会变成被欧洲人 嫌弃的底层的难民 语言不通怎么生存 现在有欧洲的大报的写 人蛇集团蠢蠢欲动 卖女的卖儿子的事 已有传闻 对市井小民来说 最真实的摸过语 妻儿老小不知流落何方 台湾呢 人民愿意承受这样的苦难 心理上有这准备吗 他认为还有第四课 很多人越来越多人 注意到第四课 这一仗是美国人想打的 乌克兰这一仗 北约一开始就一直想制止 但乌克兰的形势停不下来 美国打俄罗斯 目的要打垮俄罗斯的崛起 美国的台湾海峡挑起事端 无非想用台湾当乌克兰 而制止中国的崛起 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 台湾人民也不是没有眼睛 其实早也看清楚 那么台湾人会美国打这一仗吗 大陆很清楚 还要上美国的当吗 到现在台湾民间这种 不要当美国的炮火的声音 已经开始出现 而且非常清醒的知道 一旦打下去 台湾没有胜算 台湾人的七额老小 是没有边境可以跑的 杨渡说 台湾要和平 要避战 不挑事 不要上美国的当 不要变成另外一个乌克兰 他说 即使困难重重 即使在美国的腰匣之下 国际局势常常两难 但在危机中 要更有力的力求平衡 维持台海两岸和平现状 他这是领导人的高度 最高智慧 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 谁来执政都一样 他说台湾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守护家园的和平 守护我们的孩子 亲人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写这文章 是因为乌克兰的关系 台湾民间的风向 已经悄悄的变了 不要成为美国的炮灰 杨渡说 不只是台湾人民的愿望 相信也可以 应该是大陆人民的愿望 希望两岸的执政者 都能够听到 杨渡曾经在一篇文章 回追忆 余记中老先生的文章 叫荷花池饭长谈 他想起了1997年7月9号 李登辉发表两国论的时候 到7月10号的早晨 余记中起来 感觉他的报纸 感觉不对劲 马上召集几个主笔 到他家开会 当时大家都担心 北京会有强烈的反应 他觉得有这种可能 但是呢 如果太早写文章批评 反过天下都还没说话 中国时报先出手 会被人家扣红帽子 所以他决定要缓一缓 看看美国和中国的态度在说 可是到了下午 他越觉得越来越不对劲 如果晚出手 等到中共写了批评文章 我们再怎么说 就变成跟中共唱贺 那就更难说话 所以此时不能不出手 说当天 于老先生认为 李登辉这个说法 就是典型的台独论 中共会有强烈反应 我们不能不提防 他们来真的 想对台湾来动武 所以必须写出一篇 不同政见的社论 不是为了批评李登辉 而是让大陆知道 台湾不是只有一种主张 整个台湾 还有很多不同政见的人 中共不能因为 李登辉的个人政见 而是台湾动武 所以写这社论 是保护台湾 保护全民的福祉 要在中共有反应之前 先写出来 而这篇社论 黄兆松起笔 众笔 足笔 斟酌 最后这篇社论 于坚生 一直真识着句 彻夜未眠 两点半三点 三点半四点 有些编辑先下班 主要干部都在等候 所有的眼睛 都看在那大台子 中国时报三楼的编辑部 有一张大桌子 那是余先生在那坐的边 陈水扁当选总统的 那个晚上 我就在中国时报的 这个编辑部 看到老先生 也是一个人 坐在那个办公桌 成诗 这个时候是五点 最后改稿 写出来 杨渡呢 台中人 曾经当过副总组笔 忠实晚报的组笔 辅人大学 还有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 中华文化总会的秘书长 现在自由作家 写了很多书 写得很好 这本文章 我觉得呢 也应该借这样 一个节目 跟大家做一些传播 第一 两岸民间社会 彼此听不到 发自内心的声音 尤其是和平的呼唤 这是当下台海关系的悲剧 第二 乌克兰战争 是否已难 在台湾民间社会 逐渐的发酵 此时此刻 台湾民众 这四刻 大陆的民间社会 是不是也有共鸣 尤其在广东 福建 浙江 上海 江苏 这沿海的民众 有没有同样的共鸣 第三 外力强烈的介入 鼓动 两岸再度 同时操科 那叫亲者动 仇者快 所以应该共同努力 找寻和平相处之道 在虚图 最终政治整合之图 这是站在 中华民族 整体力的高度上的思考 第四 民进党政府 一心意要把台湾 绑在美国战车上 不计切获果 那另当别论 大陆的陈文宁者被 抢台积电的言论 让北京楼杏 对台政策的诉求破功 也是一大败笔 两岸要和平发展 和平互动 需要另致施敬 需要另做思考 寻找合力的努力方向 而现在要加速 这方面的努力 呼唤和平的故事 所以呢 不要一门心思想 把台湾变成乌克兰 而应该让台湾避免 两岸避免出现 像乌克兰这样的悲剧 这才是我们当下 所有人要努力的方向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